他们优秀的运动员 像龙哥 包括樊仁东他们相比的话 自己还是有很 王楚清说的有道理 输球了 就不能不活了 生活还要继续 球场已然失忆 商场必须如意 王楚清 孙颖莎先后再登上时尚杂志 一码归一码 商业价值还是杠杠的 我们看看两人今年球场与商场的成绩 1.球场战绩 1.王楚清 获得两枚金牌 取得成绩方面 拿到两枚奥运会金牌 与孙颖莎一起拿到巴黎奥运会混双金牌 拿到男子三人团体赛冠军 王楚清 势力方面 2024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王楚清在南丹1分4决赛中 以1比3的比分不敌韩国18岁选手吴俊成 只不八强 2021年亚锦赛男团1分4决赛 王楚清以2比4的比分不敌伊朗14岁小将法拉吉 在2024年法国巴黎奥运会上 王楚清同样在南丹比赛中 败给瑞典选手莫雷加德 退出了争夺金牌的行列 二 孙颖莎 获得两枚金牌 一枚银牌 搭档王楚清在乒乓球混合双打项目拿到一金牌 在女子团体比赛中拿到一枚金牌 在女子单打项目中拿到一枚银牌 孙颖莎 势力方面 在亚锦赛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 孙颖莎以1比3输给朝鲜金琴英 二 积分排名情况 王楚清目前以7675分排名世界第一 林士东以5185分排名第二 樊振东以4998分排名第三 前五军为中国选手 孙颖莎目前以10800分排名第一 陈梦以6170分排名第三 孙颖莎目前领袖优势巨大 排名 三 商业发展 王楚清在奥运会结束后 参加了一些活动 在亚锦赛输球后 第一时间登上时尚Cosmopolitan11月刊封面 并拍摄了相关花絮 亚锦赛的势力并不影响王楚清在商业方面的发展 王楚清 孙颖莎奥运会结束后 没拿到女单金牌 备受争议 但同样 也不影响她的商业活动 回来不久 她穿上LV2024秋冬系列新装 登上了时尚八杀38周年的封面 这是乒乓球第一次做到 可见孙颖莎商业价值有多高 当时 孙颖莎在短短几天内 杂志销量突破40万册 比娱乐明星杨密强太多 孙颖莎 四 比赛与商业如何平衡 体育运动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 但运动员如何平衡比赛与商业是一大难题 从比赛的角度 过多的精力消耗在商业活动 一心多用也是大忌 可以看出 国外选手成长很快 我们已经没有绝对优势了 而运动员最终要拿实力说话 没有实力 很快就会被商业抛弃 另外 商业活动不在乎你赢球还是输球 他只在乎你火不火 就像孙颖莎与王楚清拍摄商业广告 都是在他们输球后 正义最大的时候选择开展商业活动 但压力都是运动员承受了 所以 用心比赛 才会赢得更多 沙头组合闪耀巴黎 时尚之旅在潘高峰 巴黎奥运会落幕之际 全球的目光仍沉浸在那场充满激情与荣耀的盛演中 而在众多令人难忘的瞬间里 沙头组合孙颖莎和王楚清 无疑是最亮眼的一对 他们不仅在乒乓球赛场上 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更在时尚界刮起了一阵清新而强劲的风暴 让我们先把始终不回到那个热血沸腾的时刻 孙颖莎和王楚清携手踏上奥运赛场 每一次挥拍都充满了力量与智慧 每一次配合都显得如此默契天成 最终 他们成功地将混双金牌收入囊中 为中国乒乓球再添一枚闪耀的勋章 而在赛场之外 沙头组合的魅力早已跨越了体育的边界 延伸到了时尚的领域 随着奥运会的圆满结束 内娱的时尚杂志封面仿佛变成了运动员们的新战场 张宇飞 梁永康 潘展乐等明星运动员纷纷亮相 按要说其中最受瞩目的焦点 那绝对是沙头组合 他们受邀为时尚巴沙和anada man这两本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杂志拍摄封面 这无疑是对他们超高人气和广泛影响力的最好印证 孙颖沙为时尚巴沙拍摄的封面照已经发布 便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在社交媒体上已发了轩然大波 这组照片以简约而不失时尚感的设计理念为主导 通过巧妙的构图和精心的后期调色 将孙颖沙的青春活力与运动员精神完美融合 在镜头前 他身着一件设计感十足的时尚连衣裙 裙摆随着他的动作轻盈飘动 仿佛再诉说着他赛场上的灵动与敏捷 他的脸上洋溢着自信迷人的微笑 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执着 仿佛在告诉世人 他不仅在赛场上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 在时尚界同样能够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时尚巴沙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时尚杂志之一 其封面照的发布往往能够以发社会各界的热议和关注 而孙颖沙此次登上封面 不仅是对他个人魅力的肯定 更是对他多年来在乒乓球领域所取得成就的认可 他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源于他对乒乓球事业的热爱与执着追求 在训练场上 他挥汗如雨 刻苦训练 在赛场上 他奋力拼搏 为国争光 他的每一次进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泪水 每一次成功都离不开他的坚持与努力 这次封面照的成功拍摄 也为孙颖沙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赞誉 他的时尚品位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他的个人魅力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 自己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 更是一位时尚打人 在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孙颖沙会继续在乒乓球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 同时也会在时尚界展现出更加独特的魅力 与此同时 王楚清也为Another Man拍摄了一组极具特色的封面照 这组照片以复古和时尚元素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为主导 通过巧妙的构图和精心的后期调色 将王楚清的阳刚之气与时尚感完美融合 他身着一套复古风格的西装 搭配上一副时尚的墨镜 整个人看起来既是尚又不失稳重 他的眼神坚定而有力 仿佛在告诉世人 他在赛场上是一位勇猛的战士 在时尚界同样能够展现出独特的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王楚清的造型从头到脚都由LV包拜 全都是最新的秋冬季款 LV作为国际知名的奢侈品牌 其产品质量和设计感都无庸置疑 而这次选择为王楚清量身定制服装 无疑是对他个人形象和时尚品位的最大认可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沙头组合在时尚界的影响力已经不容小觑 王楚清的这次亮相 无疑为Another Man增添了不少看点 这本杂志中文版虽然创刊时间不长 但凭借其独特的定位和高品质的内容 迅速在国内时尚圈展露头角 而这次邀请王楚清作为封面人物 更是展现了杂志对于时尚和体育结合的独特视角和追求 王楚清的复古风格造型与时尚杂志的定位相得一张 为读者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在拍摄过程中 王楚清展现出了出色的镜头感和时尚表现力 他不仅在镜头前自如地摆出各种造型 还能够准确地把握时尚元素与个人气质的融合 他的眼神坚定而深邃 仿佛能够看透一切 透露出一种不凡的气质 他的笑容温暖而亲切 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与热情 在LV的精心打造下 王楚清的形象焕然一新 既展现了他作为运动员的阳刚之气 又彰显了他独特的时尚品味 沙头组合的成功 离不开他们背后的团队和支持者 他们的教练 家人以及粉丝们一直默默地支持着他们 为他们加油打气 正是有了这些人的支持和鼓励 沙头组合才能够勇往直前 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沙头组合在澳门WTT冠军赛上的表现 他们抵达澳门后 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备战中 对于他们来说 比赛才是最重要的 时尚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他们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和专业态度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尊敬和喜爱 沙头组合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他们多年来努力训练和不懈追求的结果 他们在乒乓球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为国争光 同时在史上界也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他们的成功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从巴黎奥运会的辉煌瞬间 到时尚杂志封面的经验亮相 沙头组合孙颖沙和王楚清 无疑成为了当下最至熟可热的明星 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中国体育和时尚事业发展的缩影